买门票了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看我身后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的最后一天 我们今天带爸爸妈妈还有姐姐 还有两个娃过来张家见毛炎和九天洞 来这个亚洲地洞来看看了 现在已经买好票了 准备去入园 我们是在网上买的票 我们发现网上买的票 要比窗口买的票便宜 窗口买票 平地和外地人都一样 一个价大概是53块钱 我们在网上买的话是47块8一个人 儿童票只能在窗口买48一个人 我们现在准备进去了 进景区的门口了 检票口 检票口过了之后 我们就往前走 这个下面 这个下面就是九天洞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最后一天 所以人应该是很少的 我们现在刚进去 反正是没看见什么人 有可能在洞里面人会比较多一些 这里就是一个地下的洞 朋友们我们现在就下去了 现在一直往下走 一个地下很深的一个洞 现在我们在洞外面几乎是没什么人的 很有可能我们进去之后 看看洞里面人多不多 现在下来之后 明显感觉这个下面的湿气很重 这个洞里面可想而知是冬暖夏凉的 哇 别有洞天 好漂亮啊 这下面的那个就像梯田一样的 但是这个梯田它不是泥巴 它全部都是中乳石形成的 像一座梯田 就这个下面 这里面的浑身好大呀 这个地上全部都是湿湿的 因为好多水从上面的石头滴下来 哇 这个水 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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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往下走 特别清澈 而且这个上面的水刚才滴到我头上 好凉啊凉丝丝的 洞的上面一直在滴水 感觉看上去像水帘洞一样的 中乳石的石柱 它中间裂开了 这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一块大石头 这个石柱滴成这么高 要好多年啊 这么高的柱子 这里有好多酒摆在这儿啊 这里是在酿酒吗 这么多酒 还挺香的 这个酒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应该很好喝 哇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只能哇哇哇塞哇塞 我已经词穷了 真的好漂亮啊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啊 中国大泥之乡 张家界九天洞 欢迎您 又叫娃娃鱼 茅盐河九天洞 它是亚洲的第一洞 哇好漂亮啊 光影的配合 九天玄女 这里面好多水啊 好多中乳石啊 这个中乳石好像还有一点点闪金光的感觉 是已经被氧化的 没被氧化之前它应该是白白的白色的 我姐和我妈一进来之后就挪不动脚了 他们一直在门口在那逗留 拍景拍照 他们已经被震撼住了 那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景点 还有很多特色可以去看 我们要赶紧往里走 如果我们一直逗留太久的话 很有可能会耽误时间 因为这个里面可看的东西很多 水啊好干净好干净哦 一点杂质都没有 特别干净哎 这种感觉有点就是有点电视剧的海洋里面的海龙王宫廷的感觉 哇这个好漂亮哦 它还在流水 好像那个冰淇淋的感觉 下面好多像我们摘的那个笋子一样 只不过它是石笋 现在这里有个分叉口了 这里有个景点 这里也有个景点 他们在前面会交汇出 如果我们走这边的话就看不了那边 走那边就看不了这边了 我们选择走这条路 因为这条路好走一些 哇这个下面好深啊 而且有种迷雾的感觉 灰蒙蒙的 这个里面居然有这么大的洞啊 太神奇了 哇这里有好多石柱啊 这个里面石柱特别多 各种形状的 大的小的长的矮的 还有各种造型的 这里有好几座很大的中乳石 它们已经长得像一座山峰一样了 跟其他中乳石不一样的 人家都是细细长长的像笋子一样 这几个中乳石已经长成山了 好夸张 这里感觉像水连洞的感觉 这上面还在漏水 哇塞 这里有一条很大很大的娃娃鱼 这娃娃鱼就喜欢生活在这种阴暗潮湿 没什么阳光 而且这个水温度比较低 它都不动了 你看 它为什么叫娃娃鱼 因为它的叫声像娃娃在哭的声音一样 所以它叫娃娃鱼 我回忆着我是不是假的哦 动都不动啊 但看这个样子又像真的一样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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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动啊 可能是假的 你看我们张牙界的人啊 如果是平时出去旅游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自家门口出来玩玩 因为张牙界太多景区风景区了 都是一些自然风景区 而且都是这种世界级的世界奇观 所以我们五一旅游就在自家门口转转算了 也不用去外地了 好多地方我们自己都没来过 你像九天洞 我长这么大 我也是第一次来 我爸妈也是第一次来 很多本地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来过这些地方 这个洞真的大呀 这么大一个 这里面好多石柱啊 已经没有什么词可以来形容了 这个感觉看着还有两层的感觉 上面有一层 下面有一层 两层 长得跟那个珊瑚礁很像 海洋里面那个珊瑚礁 不是光滑的 这个不是中午时 好漂亮哦 你看这里 好多石柱子 这个石柱子 有一些是立在地上的 有一些是悬挂在空中的 倒挂着的 特别有趣 陈川 去不去玩 你以前看到过没 没有看到过啊 第一次看到 是不是非常生气 大自然太生气了 鬼斧神功 哇 好漂亮哦 前面也是好多山峰啊 小石柱子 小石柱小峰 特别多呀 这里有一条岸河 这个河里面的水深不见底 好生气啊 好生气 我觉得黄东东还没这好看 你看着啊 我以前去过了 黄东东跟这不一样 这儿主要是边走边看嘛 黄东东他是要做好看 而且他做到脑串串上也看不到好多 他的室也没弄大 没弄宽 这个下面好生啊 这个下面好生好生 这个洞真的是深不见底啊 这个洞 你看这种是啊 这中路石它不是从上面弄的地吗 它就弄得这么大 你看你看 这是你看不清楚而已 它好弄点 我想弄 就弄成这个柱子 你看它要弄好多年 它才成这个柱子 而且它以前没有见过的时候 中路石的颜色不是这个颜色 它是因为被氧化了 它就变成这个 灰花色的黑色的感觉的 它没被氧化之前 就跟到孙子一样的 你知不知道 孙子 白白色 好乖 像到鱼的颜色 它是组组在写空上 哦 这个有感觉有点像绿色的 这个没有完全氧化 你看它的颜色是有点乳白色的 乳白色的 好漂亮 才找进去是因为修大力比较好走 以前比修的时候 根本好难走 做不懂 做不紧接 就是没有开发这个景区之前 没有开放之前 这里面应该也是很艰险的 我们现在你看这个都是修过的 它们用水泥筑起来的 修过的 我们现在走起来就很方便 以前没开发的时候 修这个路也是一个大工程 而且也很危险 你万一掉下去有一些暗洞暗河 爬不上来生命危险 这里有一些已经长吻河了 长吻河了 现在看着像个柱子一样 把它立在这儿 支撑到那个上面了 最好看着这个朋友 反正中 我感到疏惊 你看到这儿 像个柱子一样 可能这个的 我相会知道 最好看着这个阳子一样 就应该也会像帆车